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有的人可能一周可以訓練的時間不多 平均只能練個兩三天 然後平日也很忙 只有放假的時間可以練 這時候他們可能會擔心 如果把所有的訓練都擠在一起練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常說訓練完要讓肌肉休息 給肌肉復原成長的時間 如果你只能練三天 可能你每次都要練全身 這樣擠在一起練 肌肉會有時間休息嗎 如果一周有三天可以練 那要連著練比較好 還是分開練比較好 剛好2018年有一篇研究 實驗對象測試了28個年輕的男性 年齡在21到35歲之間 身體健康 但是之前沒有主力訓練的經驗 他們被分成兩組 兩組一周都會訓練三天 但是第一組每次訓練中間間間隔24小時以內 也就是這一組是連續訓練三天 第二組中間會隔48到72小時 也就是中間會隔2到3天 每次訓練5個動作 腿推、高位下拉、肩推、勾腿、腿屈伸 每個動作三組使用重量10RM做10下 進行12週的訓練 實驗最後會測試他們每個動作10RM的力量變化 還有身體組成數值的變化 那我們直接說結論 大家比較關心的力量、肌肉量、體脂肪 在12週過後兩組都有成長 而且兩組間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這個實驗結果令人意外的是 以前我們常說訓練後要給肌肉休息復原的時間 肌肉才會成長 這個理論似乎不是絕對的 不過這個實驗有幾個點是要注意的 首先這些受刺對象都沒有訓練經驗 也就是新手 對新手來說任何訓練都是新的刺激 有刺激自然就會成長 這兩組人的訓練量都是一樣的 所以彼此間的成長沒有明顯差異 似乎也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對於有經驗的訓練者來說 每次的訓練強度的訓練量都更大 他們是不是還可以這樣連著練 這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然後實驗採取的這五個動作 並不是全身性的動作 如果今天練的是深蹲或是硬舉 或許也沒有辦法每天這樣連著練 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現在沒有任何重訓經驗 很想要上健身房 但是平日又沒有時間 這個研究告訴你 就算你只把握假日的時間運動 在你的新手期也是很有效果 又或者是你這週特別忙 只能把訓練期在一起做 你也不用擔心效果是不是會比較差 以前我們常說有練總比沒練好 這句話其實是真的 只要你善用好時間 你甚至也不會練得比那些時間多的人差 當然我也要老實說 一週只練三天 這應該是最低限度的狀況 如果考慮實際的狀況 一週能夠多練幾天 然後把訓練內容分散開來 效果絕對是比較好的 將訓練的部位分散訓練 讓每個部位都能得到休息 也能夠提升整體的訓練量 在實際的課表安排上 一週只練三天的效果 絕對會比練六天的差一些 不過如果你就真的只有三天能練 你就只有假日能夠練 你又對健身很有熱情 那這些都沒有關係 既然你沒有辦法改變時間 至少你可以改變自己 有練絕對還是比沒有練好 你也是只有假日能夠訓練嗎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你可以follow我的IG跟MV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